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四大巨頭聚首東京 坐在一起商議 究竟如何攜手合作 抑制中國的影響力 四大巨頭包括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日本外相茂木敏聰 印度外長蘇傑生 和澳洲外長佩恩 實情蓬佩奧本來還要到訪韓國 但是由於特朗普中了招 而身為國務卿的蓬佩奧 就在美國總統繼任順位排行第四 在他之前有副總統彭斯 以及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還有參議院臨時議長 接著就到他 於是他縮短了行程 但仍然出席美日印澳四方會談 足以見得 蓬佩奧和美國政府 都非常重視這次會議 再說一下特朗普的情況 根據白宮醫生康里所說 特朗普目前已經沒有任何症狀 換言之 他的康復進度非常神速 以74歲的高齡來說 算是不錯了 相信他會趕得切 在下星期舉行的第二次總統大選辯論之前 復出 以及可以出席各州的造勢大會 繼續他的拉票行程 但是可不可以 有些白宮職員和部分的參議員都相繼 現在參議院正在審議 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選 共和黨一直都很想快刀斬聯華 盡快搞定他 因為若然這個保守派能夠在最高法院 拿到6比3的絕對優勢的時候 在這次總統大選當中 若然真的出現一些爭拗的情況 這樣對特朗普絕對是有利的 有參議員還說到 就算出事 穿著太空衣 都要出席投票表決 決心就足夠了 只不過他身體應不應付得來 就另作別論了 回到美日印澳的四方論壇 在講下去之前 都要呼籲一下 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蓬佩奧在進入四方會談之前 劈頭第一句就是批評中國共產黨 蓬佩奧說 作為四方會談的夥伴 如今他們要合力保護自己的國民 以及夥伴 免受中共的剝削 腐蝕和迫害 比以前更加重要 目前四個國家在南海 東海 湄公河 喜馬拉雅山 和台灣海峽 都看到這種情況 說明就是要對付中共 事實上 中國因素就是一個黏合劑 使得這四個國家 能夠緊密的團結在一起 若然沒有了中國因素 相信這個四方會談 只會是一個非常鬆散的會議 到底蓬佩奧有什麼具體策略呢 他就提到 說一旦要將這個四方會談機構化的時候 這四個國家就真的可以開始建造一個真正安全的框架 他還說在適當的時候 其他國家都可以成為這個機構的一部分 蓬佩奧的這個建議 跟之前有個傳聞說美國想在亞洲搞一個亞洲北約 如出一切 好了 他又談及到香港的情況 到底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中共已經是取消承諾在香港持續50年的一國兩制 他還說到這個已經不再是美國對中國的問題 而是在自由政治和暴政之間選擇的問題 他還說人們應該想想 究竟下個世紀是被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所統治 還是被一個像中國那樣令人恐懼的整體民族所統治呢 蓬佩奧已經說到聲勢力竭 向其他國家痛塵利害 他的論述就這麼清晰 至於其他三大巨頭又有什麼反應呢 似乎他們都是感怒不敢言 因為他們非常顧忌著和中國之間的經貿關係 所以這次這個四方會談 就算在會後很大機會都不會出現一份四個國家的聯合聲明 反而就是每個國家各自會出一份屬於他們自己的聲明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三個國家的外長 其實某程度上都不是很想在這個四方會談當中 對中國作出太大的批判 甚至乎他們還有一種傾向 就是想刻意淡化這個四方會談機制 是專門用來對付北京的 因為就怕得罪大陸 故此在這四大巨頭當中 其實就只有來自美國的蓬佩奧 對付中共是最堅定的 所以他在接受《日經新聞專訪》的時候 說到有一句說話就好像意有所指 他就說 如果每一次中共在世界範圍裡採取行動的時候 人們都要屈膝的時候 就會發現自己不得不頻繁地屈膝 到底他是跟哪一個人說呢 照計這個一定不會是美國的 因為美國根本上就不會對中共屈膝的 到底他是不是在說一些說話 給這個四方會談其他三個國家聽呢 那就真是見仁見智了 蓬佩奧又說到 說會在適當時候 給一些國家加入新機構 有記者就去問韓國外長康經和 韓國會不會加入這個新機構 就被康經和一口拒絕了 所以韓國的文在寅政府應該會繼續貫徹買兩邊的精神 總之在有限的時間裏面 就繼續吃盡兩家茶禮 總之到最後一刻為止 所以有文在寅政府執政一日 都不用與韓國會加入這個新機構 四方會談就講到這裡 接著就要講一下聯合國大會 現在聯大就好像變成了中美的代理人戰場一樣 首先就是 德國駐聯合國代表在辯論的時候 就代表著39個國家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 裏面就提到 深切關注港區國安法 呼籲北京要維護香港的自治、權利、自由 並且要尊重香港的司法獨立 聲明當中也有關注到新疆的議題 聯署的39個國家當中 絕大部分都是歐洲國家 另外還有五眼聯盟國家 以及在亞洲的就是有日本 另外台灣的邦交國也有幾個 包括有海地、紅都拉斯、諾魯、白樓和馬紹爾群島 就是這麼多 關注港區國安法就39個 至於大陸方面 他們也不惹小 由巴基斯坦做代表 代表著55個國家在聯合國 作了一個共同發言 說什麼呢? 巴基斯坦的代表說 不干涉主權國家內政是聯合國憲章的重要準則 是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 外界不應干涉 這句話其實應該是跟支持港區國安法的國家說 別人關注你又說不應干涉 支持那些又干涉 支持就可以 不支持就不行 喂 有多少輸打贏要 是不是 都混吉的 他們還說支持中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 中國制定和實施港區國安法是正當舉措 有利於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有利於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香港廣大居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 都可以在安全環境之下得到更好的保障 就是由巴基斯坦代表55個國家所說的話 我就真的有個疑問 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說到 說外界不應該對於中國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 因為只有中國人才最了解中國的人權狀況 好了 換轉在香港 喂 為什麼巴基斯坦代表55個國家在評論香港的人權狀況呢 他知道多少呢 是不是 他反映到多少香港人的心聲 他現在算不算是在干涉香港的內政呢 要有邏輯思辨能力才行 不能夠猛地走去搬龍門 一時一樣 最重要是什麼 要有一致性 人家批評你的時候 又說不得人家讚你的時候就可以 即是只准讚不准彈的 講鬼講馬嗎 還說有言論自由合法權利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